我们再谈禅定的节受 这个我个人的经验 先是凝固不动如山 再来产生一种热受 由这个明点熔点下来 低到这个着佛 那么着佛燃烧 开着五轮 五轮 五轮一打开 你由内视法 内视就是看内在光 看到你自己的明点 这光明的点 光明的一点一点一点 就看到光了 由这一点一点的光 集合起来 在密教里面就讲 看到金刚链 金刚链 像链子一样的光明 金刚链 你看到金刚链的时候 这是第二层的层次你的看光 到第三层次的看光 你就可以看到 从这个金刚链里面 你就看到佛土 佛 佛国 佛国的境界就显现出来 到了进入第四个阶段 你就可以看到佛 所以看光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看到明点的光 第二个看到金刚链的光 第三个是看到佛国的光 第四个就是看到佛 看到自己本尊 但是这个时候 你在进一步的话 在看静光的这个境界里面 禅定里面 看静光 在进一步的话 你在入最深的意识 你知道 这些境界 有的时候是从你身体里面 看出来的 也就是你身体里面去化出来的 你明白了以后 你就进入空境 进入空境 像空无边 四无边 想无边 非想非非 想触天 这四个天 你通通知道了 这个空境 进入这个空境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 这个静光的 超越了这个静光的 这种境界 进入空境 再来呢 你在空境里面 你自己本身 任应 在空境任应 那么把菩提心 发出来 菩提心的光明 发出来 你就进入四圣界 就进入四圣界 那这个是我本身 这个禅定的经验 禅定的经验里面 很微妙的 你看那个 看光 内饰法 是往里面看的 不是往外面看 内饰法 因为你的着火在烧 明点在容 这个明点是材料 一进到着火里面 就产生更大的光明 像爆裂一样产生更大的光明 你知道油 加进佛里面 那一种现象就出来 因为你着火燃起来 那么明点一溶解 滴到佛里面 就起来 然后你用引导 这个着火 去开你的明星轮 开你的喉轮 开你的心轮 开你的忌轮 开你的密轮 这一打开 就是五大智 就是五大智 如来的五大智 这一打开 如来的五大智 都产生光明 你往里面看 就看到静光 那个先是明点的光 我跟大家讲清楚 就是明点的光 那么明点的光 集合起来 就是金刚链 那么金刚链里面 就是电视的荧光幕 告诉你 用在科学上 就是电视的荧光幕 那么荧光幕里面 它放眼出来 就是佛国净土 佛国净土 甚至你要看到佛 很简单的 只要应用你的意念 你就可以看到佛 这个是合乎于科学的 我说那个电视的荧光幕 也是一点一点一点 去集合起来 点变成线 线变成面 那个面就是金刚链 那个点就是明点 由这样子去看 你天眼通是怎么修的 就是这样子去修的 有一种天眼通的修法 是把宇宙之间的 日光 夜光 跟星光 收入你的双眼里面 眼睛 眼睛闭起来 把日光 夜光 星光 收入你的双眼 融入你的双眼 一打开 你就有光 这个就是 天眼通的一种修炼方法 但是事实上 我所知道 天眼通的修炼方法 是把左佛 开了 开了五轮 你就产生静光 那么这个静光 内视法 一看就看到 在金刚链里面 浮现你要看的东西 你想看什么 都可以在金刚链里面 看出来 那个就是 真正的天眼 真正的天眼 在这里 那么你 静光的境界 其实也是由 你自己本身的 世界里面 所显现出来 当你了解 这一点以后 你就进入空 进入空境 进入空境 那么在空境里面 发菩提心 你就超出四圣界 就是这个佛 菩萨 言洁 这个僧文 这四圣界 那么在修这个 左佛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叫做 这个预乐定 预乐定 就是用自己本身的 欲望 去产生那一种 快乐的一种禅定 但是这个必须要 由自己本身的一种 修行去超越 超越这种意念 你超越了意念 从意念当中 产生了 禅定 这一种定法 叫做意乐定 在密教里面 也是有 在密教里面 是有的 也就是说 超越 欲望的一种禅定 叫做 欲乐定 那么这只有 这个密教的 很高的行者 才能够修 这一种法 那么 欲乐定 本身 有什么作用呢 也就是说 它能够 让明点 融解 让明点 能够融解 融下来 进入着佛里面 能够把 自己身上的 这个俗气 这个俗气 变成智慧气 变成智慧的气 同样 用这个方法 能够开了中脉 然后开了五轮 开了五轮 产生很高的 你自己超越的 一种智慧 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 无论怎么样子 我们这个行者 要先修 宝瓶器 金刚颂 那么再修 着佛 再来融明点 再来开五轮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真正的 禅定的最好 最上层的 就是一种结束 Om Mani Bambihom